大家好 爱吃一带小猫军英文的家 见面了 迪士尼加全新韩剧 Moving E能 终于开播 这部找来演技派 柳成龙 赵英诚 韩笑周等强大卡子主演 一上线就因新的题材 与精彩剧情 引起话题热潮 二女神韩笑周 这次在Moving E能 挑战饰演 有个高中生儿子的超能妈妈 李美贤 平凡朴素的主妇造型 让许多观众都没认出来 以下盘点 六位韩剧女神 演妈妈角色 Moving E能 韩笑周当妈认不出来 孙一珍演妈妈还是美 孙慧桥演过虎妈 韩剧女神演妈妈角色 韩笑周Moving E能 韩笑周是外形 轻心动人的韩剧女神 过去因出演一只眉 同一 及W两个世界等抗拒 备受观众喜爱 而韩笑周近期 更在Moving E能挑战妈妈角色 剧中 韩笑周戴上西宽眼镜 以朴素平凡的主妇造型登场 不少观众看到 都认不出来是韩笑周 韩笑周在Moving E能 饰演拥有超于常人的 无感能力的 李美贤 有着18岁的高三生儿子 因李美贤是一人辛苦 抚养儿子长大的设定 韩笑周在剧里造型很素 就是很普通的家庭主妇 还戴上平常不会戴的眼镜 又更加看不出来是韩笑周 而且韩笑周摄影的角色 年龄应该已经进入40代 比实际年龄36岁的韩笑周 还要大 不少网友也称赞 韩笑周有演出 妈妈独自照顾小孩的憔悴感 疲劳感 更将妈妈重视儿子 想保护儿子的心情 诠释得很到位 令人耳目一新 刷新以往的演技形象 而剧集 接下来也会有 李美贤年轻时的故事 不论适合赵银成的爱情线 还是用异能作战的剧情 会看到韩笑周展现 不同于慈爱妈妈的面貌 韩剧女神演妈妈角色 孙一珍与你再次相遇 孙一珍演演过妈妈 孙一珍曾在电影 与你再次相遇 首度饰演妈妈的角色 片中孙一珍和苏之谢 饰演夫妻 而剧情讲述 女主角去世一年后 再与记忆重新出现在 丈夫和儿子面前 但失去了所有记忆 并与家人重新共度 温馨时光的故事 孙一珍在电影中饰演的妈妈 形象温柔又婉约 和素质谢很搭 与小孩互动也十分有爱 一家三口生活 平凡又温馨 不少网友也觉得孙一珍 在这部即便当妈 依然很有魅力 又美又迷人 而这部电影分为唯美 又有点虐心 结局也十分的感人 孙一珍的细腻诠释 让她的网友的为之动容 演出相当成功 孙一珍早年凭着夏日香气 恋爱时代 及多部韩影走红 不经演技受到各大奖项认可 颜值也是国民认证的定级 今年她又以爱的迫降 盘上事业新巅峰 人气也再度翻涨 今年迈如四十代的孙一珍 虽然在每部作品都很美 但让孙一珍美成传说 作品绝对是夏日香气 孙一珍22岁时出演了夏日香气 剧里的孙一珍清晨开朗 搭上一双灵动的大眼睛 可以说是一颦一笑 都能让人心动 孙一珍在夏日香气里 饰演原本性格文静 做了心脏手术后 变得开朗的沈慧元 脸蛋清新甜美 每一幕画面都摆得像仙女 孙一珍也从此成为了 韩国人心中 永远的青春女神 与国民初恋 孙一珍二十代的眉毛 真的是无人能敌啊 韩剧女神演妈妈角色 孔小镇山茶花开始 谢谢你的爱 孔小镇曾在山茶花开始 演一未婚单亲妈妈 东白 某天她带着儿子 办到新社区 惊起一间居酒屋 独立打拼 后来和憨直巡警 相遇相爱 孔小镇这里扮演的妈妈 坚强又温柔 平时遇到事都会先忍再说 性格比较柔弱 也因此让她经常受到欺负 而孔小镇也演出了东白 为了拉把儿子长大 辛苦工作 将所有苦往心里吞的妈妈面貌 最终克服一切 收获幸福的模样 更上人看了都泪目 而山茶花开始 其实不是孔小镇第一次演妈妈 剧中 孔小镇饰演个性单纯 开朗的单亲妈妈 不仅要抚养有艾滋病的女儿长大 还要照顾患有阿兹海默症的爷爷 即便辛苦 但她仍每天乐观的面对生活 孔小镇在这部和山茶花开始的 柔弱优雅形象 很不一样 她是很认真生活 好相处的单亲妈妈 温暖又亲切 正能量满满 且为了女儿 必须变得强大 展现为母则强的一面 韩剧女神演妈妈角色 金泰西 哈喽拜拜 我是鬼妈妈 金泰西外形十分的洞灵 光看脸完全联想不到 她现实中 已是两个小孩的妈 而之前金泰西 生下二女儿后 就以哈喽拜拜 我是鬼妈妈回归 也在剧中 数多扮演妈妈角色 金泰西在剧里饰演 因意外过世五年的妈妈 原本一直以鬼魂身份 留在女儿身边 某天突然变成了人 且只要在49天内 恢复原本的身份 就能再次投胎成人 我是鬼妈妈 是很催泪感人的 亲情剔杀韩剧 虽然戏外 金泰西已经当妈 但超逆龄的外表 仍让一些网友 担心金泰西演妈妈 会让人很难入戏 但金泰西在这部演活了 性格开朗乐观的妈妈鬼 将母爱展现的淋漓尽致 演技自然又渲染力十足 让许多观众都感到 相当的惊艳 有很多让人感受到 妈妈心情 忍不住掉泪的心理演出 金泰西是以动力美貌 出名的韩剧女神 天然清晰的美貌 数十年如一日 将金泰西现在的照片 和十几年前的 烧酒戴眼罩摆在一起 完全感受不到 时间的流逝 金泰西早期出演 韩剧的模样 更是被网友封为 传说级的白月光美貌 自然干净的脸蛋 搭上水淋淋的大眼睛 让金泰西每个表情 都超有魅力 真的是仙女无物 韩剧女神演妈妈角色 宋慧桥 扑通扑通我的人生 宋慧桥也当过妈了 宋慧桥曾在电影 扑通扑通我的人生 是演未成年妈妈 和江洞源在17岁时 未婚生子 生下患有罕见疾病 早率症的儿子 儿子16岁时 身体已经80岁了 身上器官都已经率节退化 即将命令死亡 这部电影题材非常催泪 宋慧桥也不同于 以往的楚楚可怜形象 演出坚毅又强悍的虎骂 即便将与儿子生离死别 仍非常认真的生活 最年轻的父母 与最帅老的孩子之间 感情温暖又动人 让人看着看着就哭了 宋慧桥出道后 于2000年代 陆续凭蓝色生死恋 欧应 珍海宣言 及浪漫满屋走轰 在全亚洲收获超过人气 而网友们一致公认 宋慧桥演欧应 珍爱宣言时最美 宋慧桥出演 欧应珍爱宣言时 才22岁 其中宋慧桥 饰演坚强 又努力生活的朱英 雨离并线上演虐恋 这时宋慧桥的圆润脸蛋 看上去清新又自然 搭配一头黑长发 清澈明亮的眼神 看起来更是美丽动人 整个美得很有气质 谁看了还不被宋慧桥的美颜 惊艳到 今年以黑暗荣耀攀上事业 新巅峰的宋慧桥 在剧中完美化身复仇女王 反转演技受到观众大力赞赏 而她不仅凭借此剧 拿下白想诗后的宝座 近日更夺得青龙电视剧大奖 最高荣誉大赏的肯定 实力再度受到了认可 如今已经是韩国最好年语员之一了 人气真的高 韩剧女神演妈妈角色 张纳拉 Go Back 夫妇 娃娃脸女神张纳拉 虽然还没当妈 但之前就有在 Go Back 夫妇 饰演全职妈妈 剧中张纳拉和孙浩俊 饰演一对夫妻 生下小孩后 张纳拉饰演的珍珠 一个人在家带小孩 几乎走到哪都要抱着小孩 没有自己的休息时间 完全没帮忙的丈夫 更是令人倍感心累 张纳拉在剧里 造型朴素 妈味十足 演出了身为全职妈妈的辛苦 与心酸 让人看了心有栖心眼 张纳拉早年 凭着明朗少女成功记 红豆女之恋 一举成名的张纳拉 林诺的演绎 深受观众喜爱 在全盛时期 人气甚至被认可 可以与2010年代 阿优秀志并列 可见人气之高 虽然今年张纳拉 受到的关注掠解 但每每推出新作 仍能引发不少讨论 前阵子与张鹤四大的特务家族 也造成不少的话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心 感谢观看